今天在9日上演A組壓軸好戲台安大戰 雖然台灣隊已經確定無法晉級復賽 但全隊仍然奮戰到底 帶給台灣球迷激情的夜晚 台灣先發逃走陳冠宇在第二局出狀況 因為左手中指破比 被迫提前退場休息 接手的郭俊麟無法壓制南韓隊打線 被對手打出大局 二局上班結束 台灣就以0比6大幅落後給南韓 但台灣隊沒在七年放棄的啦 二局下胡金龍兩打點安打 帶動三分大局將比數追進 男孩四局上又得2分 但下半局 林哲軒一棒轟出左外野2分全雷打 將比數又回到3分差距 六局下台灣隊攻勢再起 又由胡金龍、張志豪連續安打 追回2分 七局下 則是由陳永基一棒安打 送回壘上的高國輝 正式將比數追平 一將為9局結束 雙方就以8比8打成平手 可惜進入延長賽第10局 南韓隊再度猛攻 三支安打 包括金泰軍的2分砲攻下3分 下半局台灣隊受制大聯盟投手 吳昇桓投球每年得分 最後就以8比11輸球 台灣在國際賽面對全韓直明星隊 組成的國家隊 已經苦吞十連敗 上次贏球已經是2006年杜花亞裕 本屆經典賽台灣三戰全敗 在A組墊底 這也意味著 下屆2020年經典賽 可以再度從資格賽開始打起 體育中心 綜合報導 不過檢查一下 超 2